龙凤胎不是皇帝亲生 其实太后早就发现了 为啥一直不戳穿这个谎言呢 太后虽不插手后宫之事 但她城府极深 很多事情都看得一清二楚 甄嬛虽然保密得很好 但还是被太后看出了破绽 太后是怎么发现甄嬛秘密的 她瞒着雍正又有什么目的呢 今天沐渔君带大家走进甄嬛传 看看精明的太后 在太后没看出甄嬛破绽时 后宫就已经流言死起了 说甄嬛怀的孩子根本就不是皇上的 对于双生子的身份 大家都充满了质疑 就连沈梅庄都猜疑过甄嬛孩子的身份 起初太后是不怀疑的 但后来甄嬛去给太后请安 让她发现了破绽 自此太后便知道了甄嬛的秘密 此事关系皇室血脉 这么严重的事情 为啥太后不揭穿甄嬛将她处置了 这里面的情况很复杂 以至于太后不敢轻举妄动 甄嬛的双生子 本就是她带发到甄露寺修行时怀上的 孩子的父亲便是果郡王 本来两人没什么交集 也就有过几面之缘 但后来两人在甄露寺遇见了 本来甄嬛没出宫之前 果郡王就对甄嬛有意思 但甄嬛使她的皇嫂两人是不可逾越的关系 于是果郡王就将这份爱埋藏在了心中 可是造化弄人 甄嬛因为纯元就一意识 看清了皇帝的心 她生下女儿后 自请离开了皇宫 去到甄露寺待发修行 在此 见到甄嬛的果郡王 心中欣喜不已 而且她常年住的清凉台 就离甄露寺不远 于是她便对甄嬛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甄嬛一开始是不想接受果郡王的 因为她刚刚经历了一段失败的感情 就想在甘露寺修身养性 但面对果郡王的追求 她还是没招架出 两人深夜在大雨中相拥 就这样在一起了 但沸沸思通外难 要是被发现呢 那就是死路一条 因此果郡王为甄嬛打算了 她想制造假死现象 让甄嬛彻底摆脱现状 这样他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 但想象是美好的 现实是残酷的 甄嬛和果郡王在一起后 很快就怀孕了 你说巧不巧 这个时候呢 果郡王又被派出打仗了 甄嬛日夜叛军归 等着果郡王回来 告诉她怀孕的消息 但甄嬛最后等来的 却是果郡王战死的消息 甄嬛伤心欲绝 但想想自己的处境 还是坚强地活了下来 甄嬛收到果郡王的死讯 不是选择殉情 为啥是选择回宫呢 因为她是皇帝的废妃 要是她贸然一死 再被发现自己怀了身孕 那将会危及到她的家人 还有宫中年幼的女儿 这对甄嬛来说 不比死更痛苦 所以她想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重返皇宫 回去为自己争一口气 回去为心爱的男人报仇 甄嬛计划周全后 便开始行动 在多方的帮助下 她顺利地回到了皇宫 因为是怀着子嗣回宫的 甄嬛被升了位分 雍正册封她为西非 还刺性扭护路士 这样看来 甄嬛简直赢麻了 虽然甄嬛风光无限 但她怀的孩子 很多人都心存怀疑 皇后一挡尤其怀疑 到处寻找证据 沈梅庄虽然也怀疑 但她没有问过甄嬛 甄嬛回宫不久后 太后便召见了她 她见到甄嬛后 就感觉奇怪 甄嬛怀孕不久 为啥肚子会如此之大 太后特意问甄嬛 你这肚子 好像比上一胎 五个月时要大许多 其实从这儿开始 太后就已经怀疑 甄嬛肚子的孩子了 但甄嬛用何时的理由 搪塞了过去 她对着太后微微一笑 说已经请太医瞧过了 因为怀的是双胎 所以肚子会大上一圈 虽然这个理由很恰当 却没能打消太后心中的怀疑 太后是什么人物 她是上一届宫斗的胜出者 什么事她没见过 甄嬛那点伎俩 根本就逃不过太后的火眼金睛 甄嬛不寻常的肚子 还是让太后怀疑 但是精明的她呢 并没有拆穿甄嬛 因为甄嬛能顺利回宫 她在背后也帮了不少忙 就这样废掉这颗棋子 也太不划算了 太后留着甄嬛 其实是想用她来对付皇后 她虽然表面贤良淑德 其实是个不择手段的女人 皇后在后宫暗中残害皇嗣 还陷害受宠的嫔妃 太后重视皇嗣 也希望后宫安宁 因为皇后是她乌拉那拉使人 所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皇后要是继续这样肆无忌惮下去 皇帝的子嗣会越来越少 这不是太后想看到的 而后宫的嫔妃 死的死走的走 能制衡皇后的嫔妃 已经没有了 甄嬛好不容易回来了 她正好能制衡皇后 让她收敛一下自己 所以太后不会轻易处置甄嬛 之后呢 甄嬛早产生下了龙凤胎 说是早产 其实是足月生产 这样做就是为了掩盖真相 甄嬛生下龙凤胎 雍正大喜过望 又晋升了甄嬛 将她升为了西贵妃 即使甄嬛生下的是双生子 但是太后还是怀疑孩子的身份 甄嬛生下孩子后 太后曾派她身边的老嬷嬷 去过甄嬛的宫中 嬷嬷说自己是代表太后 来问候甄嬛的 这问候的话 着实有些奇怪 嬷嬷说 这六皇子生出来就白白胖胖的 长得很像西贵妃 不像皇上刚出生时黑曲曲的 这一方话可不简单 太后派身边嬷嬷问候生产完的甄嬛 究竟有何目的 这是太后在提醒甄嬛 她知道龙凤胎不是皇上的骨血 但看在皇帝的面子上 自己不说穿 甄嬛听到嬷嬷的话后 赶快为自己打掩护 说孩子这么小还看不出什么 但面对太后的提醒 甄嬛还是心惊胆战 毕竟这要是被知道了 她所做的一切都功亏一篑了 太后虽然镇定 但皇后在甄嬛生下孩子后 就不淡定了 她联合身边的小姐妹 四处收集甄嬛的证据 想要将她拉下台 最后 他们听说甄嬛却甘露似时 太医温石出经常去探望 于是皇后便心生遗迹 利用奇贵人揭发了甄嬛 状告她和温石出有一腿 但温石出出现后 宁愿自公乙正清白 也不承认自己和甄嬛似通 甄嬛也一口咬定 自己是被冤枉的 皇后看着实不行 便提出了低血认亲 这下甄嬛慌了 因为孩子不是皇上的 这一宴就穿帮了 好在她发现水有问题 这才逃过一劫 这些事情闹得这么大 太后怎么会不知道 她在寿康公虽足不出户 但后宫的事情 她是了如指掌的 太后没有派人去阻止 是因为她也想看看 自己怀疑的是真实假 想看看甄嬛的龙凤胎 究竟是不是雍正的亲身骨肉 当皇后的手段被甄嬛识破了 龙凤胎的身份也没有弄明白 这一场争斗下来 甄嬛反而打消了雍正对她的猜忌 而太后一直在背后 也没有任何动作 太后不轻举妄动 是因为她十分重视皇嗣 不想因为后宫争斗 而伤及到子嗣 虽然她知道 龙凤胎不是皇上的骨血 但在外人眼里 龙凤胎就是皇室血脉 不能因为自己的猜忌 就折损两个孩子 皇帝的年纪本来也就越来越大 她也不愿再纳新人 后宫子嗣也并不多 要是太后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皇上 凭皇帝的性子 她生性多疑 之前本就对甄嬛有所怀疑 要是自己再加一把火 雍正肯定不会放过甄嬛 这样呢 龙凤胎也保不住了 这样做 折损两个孩子 有点得不偿失 太后知道龙凤胎的身份 但她一直没有揭穿 就是想保护皇寺 也是在保护甄嬛 希望甄嬛的存在能制约皇后 但太后没想到的是 最后甄嬛将皇后扳倒了 他们乌拉纳拉式的荣誉 没能保住 甄嬛妻子雍正后 将妻子斯阿哥扶上了皇位 她最终成了大清的太后 只能说后宫变化莫测 后宫女人的心 更加让人捉摸不透 帮助